首先在Line Camera的APP就是有一隻熊熊那個符號上面點選選取以後開啟 那Line Camera裡面有六個功能 那主要是相機跟攝影機是用來一般你們上課時候拍攝使用 那現在我先講拍攝相片的部分 第一個你拍完相片以後會在相簿裡面 所以你點選相片然後選取一張相片 我們的步驟是先做相片的調整再做拼貼 那我們選取一張相片以後我們可以調整它各種顏色 調整軟色系或是冷色系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歡來做選擇 調整以後 它這邊是用打勾的方式來做調整選取 選取以後你還可以做變更 那再來就是採檢相片的大小 那你可以用那個 左下鍵那個功能有一個採檢的四方形 然後選取 那調整大小是按四個角 上下左右各有一個調整鈕 選取最好的位置以後選取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或是說選別的功能它也會就會確定 再來選框框是中間那個正方形框框有一個點的功能 最下面 選取以後你可以選取 向左邊選取向右選取 選取你想要的項框來點選 點選一樣按確定就可以 如果你要 我是建議一邊儲存 就按右邊下面的鍵做儲存 這樣比較不會把資料流失 你可以暫時儲存 再來做拼貼 那 再來選取拼貼的功能 我們相片調整好了以後 我們可以選取 我們要拼貼的 的一些 那個圖片 你先拍好一些圖片 然後選取 拼貼的功能 那這個拼貼的功能的螢幕 就會出現 那選取幾個呢 那在最下面那邊可以讓你選取 選取 選取你的格式 那要選取格式加入圖片 就按最右上角那個夾字 來選取你要放到你的拼貼裡面的相片 你可以依照你所喜歡的選取 各個資料夾下面來選取 選取你要拼貼上面的圖片 如果有五格 你也可以選四張一格來放文字 你所有的圖片要放滿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目前把它選取 兩 兩 四格 四格以後就四格拼貼的方式 那拼貼方式你可以調整它放字的位置 拖拉你就可以調整它放字的位置 或是變換你放字的格式 然後用雙手去調整 調整它大小 或是相關的位置 你可以慢慢的調整 調整到你的方式 你想最好的方式你可以慢慢調整 那你也可以換位置 上下對調左右對調都可以 你只要按著圖案往左拉或往右拉 你都可以來對調這一張圖片的位置 那你可以慢慢調 那因為我們是用手在螢幕上面滑動 所以操縱它有點很靈活 所以你要慢慢 慢慢的調整 調整到好的一個位置 再來調整以後 我們這個圖案就大概完成了 你也可以按確定 然後再來按文字的部分 來書寫文字 你也可以用麥克風方式來輸入 你也可以用鍵盤鍵入的方式來輸入 輸入以後 按Enter它就會到下一行 下一行 這中間有一個日期 日期你也可以選舉日期 選舉日期 那日期就不用再用 輸入 按輸入日期就按確定就好了 按確定以後 那就完成了 完成以後 輸入期做是一個修改 修改好以後 你可以 按下一步 那這個 文字的輸入就完成了 那文字輸入以後 會有大小或字型 那我們現在開始選取字型 字型就是你安裝在電腦裡面的字型 選取你想要的一個 你想要的字型 那這個字型有部分是要安裝的 那選取好以後 就回到那個圖片的畫面 這個圖片的畫面的字大小是一樣 這個框的大小都是靠 右上角 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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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按中間就是移動 按右上角 就可以拉大小 或是調整水平 垂直 有沒有看到 如果按中間就可以移動 它的位置 按右上角就可以拉動它的角度 或是旋轉 或是大小 按中間就是移動它的位置 那移動好以後 那我們可以調整字的顏色 在最下角選擇顏色 文字的顏色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 按文字旁邊有一個輪廓 輪廓我們可以選顏色 看是白色或是顏色 修正到最好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按右下角儲存 有一個箭頭 下面要限那個儲存 儲存以後 我們按下面有個line的那個功能 我們就可以分享到line裡面 去跟同學分享 或是按儲存 儲存以後 這個我們就可以這一張 那個所做的頁面 我們就可以拿來未來當作我們做電子書的一面 這個功能請同學多練習 首先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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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